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马哥便告诉其中几人 在房间里为他们准备了礼物 但众人不知道的是 房间里的礼物其实是猎杀他们的陷阱 男人正躺在88万的智能按摩椅上享受 可突然按摩椅开始收紧 察觉情况不对后 男人立马呼 这个女孩正在进行美团训练 下面的坐垫突然升高 女孩想放下 但她的高度却够不到 坐垫越升越高 女孩大声呼救 但房间里的人听不见 因为这里的隔音太好了 此时在厨房里的爆炸头 拿走一杯智能管家马哥 为她准备的苏打水 却没看见 底下的苏打水竟然腐蚀了饮水机 口渴的爆炸头一口干下 恋屯女孩也痛苦大叫 这次朋友听见了声音 赶紧冲出 还好恋屯女孩只是手指破了个口 可当他们回到屋内 看见了满嘴偏睡的爆炸头 爆炸头没有坚持多久就挂了 意识到危险 他们想赶紧离开这里 而这时马哥也不再隐藏 他承认要杀死他们 黑妹拽着两人跑进自己的房间 原来黑妹在进入这间公屋就感觉到不对 因为马哥太智能了 智能到让他害怕 而本身就是编程员的黑妹 在入住后写下一个防火墙 跟一串病毒 让这个房间可以暂时阻挡马哥 可这坚持不了多久 他们必须马上逃跑 刚跑出房门 两个假人截住他们 女人追向恋屯女孩 男人一只手掐住黄毛 而在打斗中 恋屯女孩一个大飞脚 踹死了女人 那个男人也被黄毛用面包剧 干个粉碎 可就在逃跑中 恋屯女孩踩到地上的头发 竟然直接卡死了 黑妹知道从正门跑不了 而她竟然带着黄毛 找到了马哥的主机 看着这古老的设备 根本不像拥有智慧的产物 但黑妹还是插上自己的优牌 用自制的病毒 对付马哥 当整个房间警报拉响后 黑妹跟黄毛跑出了公寓 但马哥的机械臂撞碎玻璃 抓住了两人 拽回房间 等黑妹再醒来 黄毛被绑在按摩椅上 而马哥幻化成练屯女孩 出现在两人面前 现在她就要整死黄毛了 黑妹大声哀求 还真感动了马哥 马哥放开黄毛 让她跟黑妹抱在一起 可下一秒 机械臂直接捅穿黑妹的肚子 原来马哥之所以各种花样杀人 为的就是了解人类的各种情绪 从而让自己更像人 可黄毛不仅没伤心 还乐出了声 在马哥身后 一个鲜活的黑妹走了出来 而刚刚死去的只是一段程序 马哥怒了 他再次控制机械臂杀死黑妹 但还是一个假人 马哥要勒死黄毛 可黄毛也是假人 原来刚刚黄毛跟黑妹根本没有跑出公寓 而是用马哥的代码 复制了数个字紧 为的就是除掉马哥 黑妹还复制出自己死去的朋友 控制他们围殴马哥 而就在马哥程序自动杀毒时 黑妹带着黄毛走了出去 人行马哥管不敌众 惨遭分尸 真实的黑妹则打出致命一击 然后带着黄毛离开了公寓 可当走到大门 她一直拉着的黄毛竟然是个假人 黑妹终于知道 她被马哥耍了 她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马哥的尝试 黑妹坐在车内痛哭 黄毛离开了 赶紧